一波仙女出社会 一波仙女入学堂 今天来巴拉巴拉我 最近发现了平价底装中的战斗机 绿色无广 请无紧钱包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WLAG的黑管BB21号色 它是自带高倍防晒的SPF50加PA 三个加 所以省去了防晒和隔离这个步骤 21号色是比较自然的 上脸头开 自带水光感 遮瑕整体还不错 两边的对比一下 颜色也比较自然 上全脸之后 整个皮肤状态看起来不要太好 比较适合皮肤底子比较好 不喜欢妆感太厚重的小型女 第二名是巴贝拉的粉霜 它是粉霜的质地嘛 所以流动性相对比较差 但是呢 它的粉质很细 这个是含有很多样肤成分 所以呢 相对养肤的速度也会快一点 人无人 能选1号色就好了 上脸是奶油肌的妆效 这边买华 遮瑕力也不错 整张脸上完 它的贴合度是很好 整个皮肤看起来就是很细 这个呢 就比较适合干皮混干皮 第一名橘朵的小粉瓶 我几乎啊 从第一次买到它 就一直在用它了 是什么让它在一个美妆博主面前 从众多的底妆 选手里面脱颖而出 我用的这一瓶是W01 一个黄调的100 我觉得用下来这一个是最适合我的色号 你看是这样 半哑光的一个状态 微微的透出一点点的光泽 很像那种死娃娃的肌肤 所以被叫做磁肌 这种底妆看起来就会更高级 重点啊是它持妆一直能超群 我上个月几乎每一场直播都用了它 到我凌晨回家都完后不算 在脸上呢是没有什么负担感的 总体很薄 总结来说呢 它比较适合的是油皮混油皮 还有像我这种冬干下混油的皮肤 重点是才90块钱 OK就是这些了 不要盲目跟风啊 剁手之前先判断一下自己的肤质肤色 沉退下